你看这个都整个都裂掉了地板 田小姐看着爸爸亲手盖的房子 地震后裂为围楼 心中除了不舍更多的是惊慌未定 九一八地震的时候我们刚好在吃饭 就冲出来哇天崩地裂啦 我都不敢上二楼 一直雨震有一个恐惧感 过来过来过来 慈激修缮团队在狱里备好互泼材料 一大早出任务 先把坍塌的铁皮屋顶拆除 先拆屋顶因为它屋顶于塌了 所以你要做党土墙 党土墙以后再把地面上再灌枪 这样就一整天做不完 台南来的工班志工团 一路开车赶到部落 立刻投入修缮 就算汗流夹背 手都没有停歇 那谢谢你们这样子 帮助我们真的很感动 真的 预计两天完成中心部落 两户当土墙的工程 安定受灾的心灵 当然新闻唐南军刘宏志华联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5 遍